阿姨 这个也是羊肉汤 对吧 这个也是羊肉汤 今天我们是在山东费县的 这边叫上野大吉 上野大吉 熟了 都熟了 这一锅羊肉 这个是什么部位 我看的像羊头 羊头是单卖的 还是怎么卖的 羊头吃的卖 拆开卖 羊头肉 这是多少钱一万的 这是1520多钱 是称金吗 称金称七十七十一斤 嗯 羊六十 羊头呢 羊头五十块钱一斤 这是羊肚 羊肚带的那个 羊肠 这个是羊肠 羊肚羊肠是什么家的 羊肠羊肚六十 哦 也是安金城 这个羊油对吧 羊油 这个不是卖的吧 提味的应该是 这个是个儿锅里熬汤的 羊肥 来 再看看羊肥 这边是在切血旺吗 烫一下 咱们这就呢 是真正的沉井水啊 是吧 井水烧的羊肠汤好喝 他没有漂白粉之类的 哦 还可以免费加汤的啊 喝羊肉汤就不能光吃肉 要得加汤 阿姨这个是卤好的肉吗 嗯 这是羊肚 羊肚羊肠 羊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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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鞭 羊鞭 都有 很全啊 羊肝 我等会来一个羊肉加羊肝的 阿姨咱们卖这个羊肉汤有多长时间了 也是老摊位啊 给我烫一碗15的 对 我等会还要吃其他东西 嗯 羊肝和羊肉 就行 对 呃 随便 肉都随便 这边是不是羊肉汤都放白醋呀 哎 都放白醋 几乎山东所有的羊肠都放白醋 我待会给我少放一点白醋 不放也可以 先不放吧 我如果想吃我自己加 就在家对吧 切个羊肝 嗯 可以 我们这边的羊肠就是不放其他的熟菜 配菜 不放菜 就纯羊肉汤 哦 差不多 再来 这个是羊肚是吧 哎 你穿的羊肚 这羊肚怎么黑色的 西山羊就是黑色的羊肚 哦 这个是不是故意给我亮多呀 我也给你亮多的啊 平时没这么多的是吧 平时也一直都差不多 好 差不多 啊 谢谢阿姨啊 烫烫哈 但是其他网友如果看着来吃啊 不能都找阿姨要这么多哈 好的 看我的腌啊 甜言 好 好 可以啊 这个是醋吗 要辣吧 少不放醋了 少放一点 少放点 好 我想喝汤了 对 好 味精 哎 摆出来 胡椒 好 我来 自己来 我自己就行 吃羊肠汤就必须要配山东的烤牌啊 大哥烤牌多少钱一个 啊 多少钱一个啊 尾身啊 尾身 你们爱金秤的对吧 二十一天 我就要一个就行了哈 好 没事 那就一块钱 一个小的也可以 一个就一块钱 大叔来感激的啊 吃完了啊啊 要不要再加点汤了 吃饱了 吃鸡汤来吃吧 早上在山东沸县的上野大吉啊 闻到这个羊肉汤就想吃 这个一碗是15的 要的是羊肉和羊杂 有羊肝 羊肠 还有这个羊肚 黑色的啊 阿姨说这个 羊肚黑色的是黑山羊就是黑色的羊肚 这个汤里边油脂还是很多的啊 山东这边的羊肚汤 嗯 就是羊肉和汤 没有其他东西 纯羊肉汤很香的 另外再买了点烤盘 像是吃羊肉泡馍一样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让他吸一些汤汁这样吃 山东的羊肠 他的就很地板 就是纯羊肉不加其他东西 而且这边都吃羊肉 所以呢 他的做法也更纯 而且山东这边羊肉汤 喜欢放醋啊 外地来的朋友啊 一定要注意 你要吃不惯这个酸醋味啊 一定要提前跟老板讲不要放醋 要不然他们默认是都放醋的 最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醋 你要不说的话 他加的醋都很酸 配上这个烤牌 这个烤牌我感觉就是跟羊肉汤的绝配 嗯 一大早 购买羊肉汤 这种感觉到位了啊 嗯 嗯 嗯